說起吃我就很開心 一下機我就會去泰安樓掃界 因為泰安樓樓下有車式麵 又有雞蛋仔 雞蛋仔的兩夫妻真的很多年 很多年那種雞蛋仔 她做得很慢的 她真的慢工出小火好吃 接著禮牌一定要去吃維記豬潤麵和芥末多 因為它的芥末多也是很棒 它的豬潤麵真的好像無味精那樣的 那個湯底 一定會長洲吃雞屎藤 缽仔糕 有個婆婆在那裡 很多年很多年有那個婆婆 會去平州搓麵麵 我很喜歡平州搓麵麵 因為我很喜歡吃麵麵的東西 還有就是 看看香港那一期流行甚麼 有時流行放題 那就去吃放題 流行韓燒就是吃韓燒 廟街牛閘也是必去的 但它那檔東西很小很小 你要進去廟街裡面 通常我會在廟街頭喝著椰青 唱歌那邊 然後喝著椰青走到廟街牛閘 掃街邊一定是炸大腸 魚蛋、魚蛋、腸粉 還有很舊的街市 有張紙 那張紙好像從來不洗那些 就是扔了張紙 剪刀、生鏽剪刀 那些就是我童年的 燒魷魚燒魷魚都很少 燒雞翼尖 炭燒雞翼尖 小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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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